主旨在于使获有针灸东方医学或亚洲医学博士学位的针灸师 得到针灸医师称谓的参院628号法案 昨天在州众院的一个委员会中 以7票对0票通过 如果本法案最后顺利完成立法 则针灸从业人员可以合法使用医师的头衔 正式成为针灸医师 更进一步提升中医的地位 这项州参院628号法案推动初期虽然有不同的声音 但最终加州的中医界没有太大反对声浪 促使本法案在众业商业际专业委员会顺利通过 这项由州参议员于应良起草的法案 希望让有针灸东方医学或亚洲医学博士学位的针灸师 得到针灸医师Doctor of Accupuncture 的合法称谓 改变目前不能自称医师的状况 法案对于未或有上述博士学位的针灸师 则保留原有的职业头衔 只不过后者不能自称为针灸医师 包括中医政治联盟现任主席刘美长和前任主席陈大方出席作证 另外美国中医跌打商科协会也派代表支持 还有另外参议院一项1488号中医跌打法案 近日也将由州众院商业际专业委员会审查 而这两项法案都已经在参议院过关 请不吝点赞订阅 接下来 接下来